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到96 SLL球平台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李恒瑞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几率课题 也就是有关于Brandon Rogers 是否命不久已啊 狐狸军的糟糕赛季 还在持续进行着啦 目前来讲在营潮只排名在第13名 看起来下个赛季是 很大几率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偶战球球可踢的 过去几个赛季至少他们都有这个 EUROBALIC FOOTBALL可以踢 然后他们是想要尝试 突破到前世 然后拿到这个Champions League的 可是没有想到 拿不到Champions League FOOTBALL情况底下 这个赛季可能 甚至你最终的 这一个 欧洲三流的 赛事 Conference League的位置 都拿不到啊 目前排名在第13名的Lassers City 应不应该 去质疑一下他们的主帅 Brandon Rogers的 这一个 能力呢能不能够继续往 下一个阶段带领着他们去 走到他们想要达到的这个欧贯足球的目标啦 Brandon Rogers 你这个赛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否在不久的将来 为这个糟糕的赛季 更糟糕的成绩付上代价 并且丢失他的 工作呢 别走开今天一起来讨论一下 Rongers在Lassers City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啦 Rongers 没有错啦 这个赛季开始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觉得说 Lasseter City的目标应该还是升 跟过往几个赛季一样 是想要尝试突破一下 这个前世的 然后杀入到下个赛季的 这个欧冠的这个行列里面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赛季 Lasseter的开局并不是特别顺遂 而且他们的状态也是一直起起伏伏 一直是没有办法达到很稳定的 这个情况底下的话 我们看到他们现在 滞留在英超第13名的位置好了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他们的主帅Brandon Rogers 是否会为此负上一定的责任跟代价 Lasseter City这个赛季 目前来讲的话 英超排名第13名 目前替了21场比赛 赢下了7场比赛 替合了5场 然后输掉了9场比赛 切封线上尽管在下季的时候 增加了这个火力 买入了Paxson Daka 去搭配Ighina Show 还有Jimmy Varley 可是目前来讲 只替进了34球 然后后方线却丢了39球 看起来这个赛季的 这个新迁进来的新领袁的防守教练 Koro Tulleray 是一个很失败的这个签约 让这个Lasseter City的后方线 没有变到更为稳固 反而变到更为的脆弱 而且这个赛季来讲的话 Lasseter City的防守 除了更为脆弱以外 最大最大的毛病跟问题 始终还是他们在防守定位球的 这个工作上面 上一场比赛对上这个 Liverpool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 又是在定位球方面出现到了致命的防守失误 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掉这个 Jota的进球 导致说在那场比赛 被Jota打进了地球 Jota下半场 没开而渡 最终是2比0 Liverpool拿下胜利 让Lasseter City在过去四场比赛里面 领胜利 输掉三场比赛 替合了一场 那一场的 败仗 那一场的合局是 跟这个 Briton & Hoekhalvin 替成1比1的 其中输掉三场比赛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2比0输给Liverpool以外 还有4比1被这个 Notica Forest从组中杯淘汰 提早结束了他们在组中杯这个未免之路 当然另外一场就是3比2 对上这一个Tompner比赛 我们 觉得 要先从这一个Tompner比赛来开始讲讲 因为那场比赛是我真的觉得说 很多人会开始去质疑Brande Rodgers是否应该继续直交 Lasseter City的比赛 因为那场比赛在捕食阶段下半场进入到 最后的捕食阶段的时候 Lasseter还是2比1领先着这个Tompner的 可是最后时刻 Steven Birdwine在捕食阶段 短短几秒钟内 连续打进两球 让这个比赛形式从Lasseter2比1领先到Lasseter2比3落后 最终也是2比3输给了这个Tompner 那场比赛的时候很多人就去质疑说 Brande Rodgers的这个 心态 有没有 是出现在哪里 Lasseter City的心态 是在什么什么样的境界 为什么 在最后时刻领先2比1的时候 被扳平了 不用紧 可是至少你拿保住1分 可是没有办法保住1分 最后甚至你1分都拿不到 被Tompner完成的逆转 3比2输掉的比赛 很多人就在想说 Rogers当时候在场边为什么没有 提醒球员说要打起精神 要踢好最后的几分钟 很多人去质疑说 这个赛季的防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Colo Toure很明显 很显然是一个很失败的影员 影员不过 再回首看一看 Brander Rodgers过去 在Liverpool的最后 最后一个赛季多左右的时候 同样情况也是这样子出现 他的防守感觉上就是 逐步逐年的在下降逐年的在退步 然后在Liverpool的最后一个赛季的时候也是因为 防守 落到已经是吹掉不能再吹 导致说Liverpool的这个前线 再永本都好都没有办法把他拿下比赛 在情况底下成绩不断的下滑情况底下的话 Brander Rodgers被这个Liverpool炒了 现在来讲话 他的情况 在Lexter City非常的类似了 上个赛季才帮他们拿下组装备 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赛季应该要给他更多时间 我只能讲 好在上个赛季他帮Lexter拿下这个组装备冠军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这个组装备冠军是 目前 我是能想到无一个原因说Lexter City 还没有下定这个 痛心 下定这个决心把他炒掉的无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上个赛季他帮他们拿到了这个组装备冠军 让他这个赛季在阴潮糟糕的赛季 还能够保住他的方法 让这个赛季他即使在Europa League提早从小组来出局降级到 三流的这个conference league 还保住他的工作 让他在这个组装备 4比1遭遇到这个Dotica Forrest 淘汰的情况底下的话 他还是 可以保住 目前来讲保住很坚信的保住 他在这个Lexter的这个工作啦 很多人就在讲说 Brander Rogers是否 逃离不了 在未来不久被Lexter City炒的命运 Lexter City是否应该要认清现实说 Brander Rogers被炒只是迟早问题 赶快的就在这个时候把他炒掉 还是说要给他多一点时间去证明自己 看他有没有办法 去 打出不一样的成绩 让Lexter City打出这个窘境啦 我个人想法就真的是觉得说 Brander Rogers 很很难 我觉得他很难很难可以打出这一 这一个 这一波窘境 因为防守的问题是 他在Liverpool最后一个赛季 刚刚我们也是讲了的 就出现过了这个情况 现在 很显然的 在Lexter 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去 得到解决 他请进来的防守教练 Colo Tourain 是一个很失败的因员 他也没有办法 短期内去增加 Lexter后方的这个后度 除非 你炒掉Colo Tourain 再重新再找一个新的防守教练进来 不过 这个赛季已经是打了下半层了的 你要在下半层的时候 去扭转赛季 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 Brander Rogers 这时候 的话我就是觉得说 下一场 他们对这个 Western United比赛 会是十分关键的比赛 第4名的 这一个 Western United 碰上第13名 Lexter City来讲的话 如果那场比赛 主场作战的Lexter City 还没有办法在 主场 拿下 Western United的话 哇 他们 我觉得说 Brander Rogers的工作 会真的会遭遇到 毕竟 那场比赛如果 再输的话 或者说再没有办法替赢的话 会是5场比赛的这个胜荒 然后5场比赛的胜荒 组中杯 提早未免失败 Europa League 提早降级到Conference League 这一个联赛 排名到第13名 看起来下个赛季会是 俱乐部这几年来第1次没有任何的偶战组组可踢的情况底下的话 我觉得Lexter City的高层会开始考虑做出欢帅的这个 动作啦 Rogers 在这一个 4比1输给 Norningham Forest 2比0输给这个Liverpool的比赛过后 也是承认说 他感觉到他 第一次感觉到说他 他在Lexter的工作有一定的压力 受到了 很多的这个 球迷的质疑还有很多眼光的注目说 好像每个人都等着看他失败这样子 回到组中杯4比1输给这个Norningham Forest那场比赛 Rogers在赛后的时候就直接出来批评了一群的这一个 Lexter的球员讲说这一位P球员可能在Lexter City已经是 完成他们所能完成的东西 已经没有办法再带领着或者跟随着球队去往下一步去走的 很明显是在暗讽着 迟迟不肯续约的这个TL 可是 那一场比赛 Brandon Rogers 是主帅 他选择让TL 他甚至选择让不要续约的TL 闯向Lexter City的队长的袖子 我是觉得说 如果你这么信任一个球员然后那个球员 辜负你的话 你是有权感到 生气 或者说不值 不过 你也必须要认清 是你 这个主帅让他守法 是你这个主帅 让他穿上这个队长的袖章 是他 迟迟不肯去的情况底下的话 你还是继续要让他上场比赛 而且甚至把队长的袖章给他 Lexter City 过去两个赛季 都是无限接近 拿下这个 欧冠的资格的 都是 最后时刻功亏一亏 在比赛日的最后一天 英超的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 输给曼联 只能接受 Euruba League 输给Torchner只能接受Euruba League 那两个赛季你都是主帅 你的球队 是有机会可以拿到前四 可是始终都是最后一刻功亏一篑 如果 你的球队能够拿下前四的话 搞不好 Torchner会选择序约 你在 Norningham Forest 输给Norningham Forest 那场比赛的 这个 采访里面 去 质疑一些球员的话 我觉得 有点好笑 你看你好像在形容着你自己 这句话 很讽刺 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在 讲着你自己 你是否 带领着Lester的高红就是第五名 加一座 组总北冠军 现在来讲的话 组总北冠军提早 未免失败 联赛第五名 大幅度的退步 掉到第13名 然后 Euruba League 已经是提前降级去到了Conference League 下个赛季看起来无疑一个 去打欧战的这个机会跟希望 就是要赢下Conference League 才能够去替 Euruba League 不然的话 你这个赛季 不只是四大接空 不只是 联赛大幅度的退步 甚至你 这几年Lester City 非常非常 安逸的欧战的这个 资格都可能会 被你亲自给败掉 到时候 Lester City 可能不只是要换血 可能不只是提了什么要走 可能连你这个主帅都会由此 丢失你的饭碗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 个人看法的影片 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如何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 让我们知道一下 你们觉得 Bernard Rogers是否要为Lester City 糟糕的赛季 负上一定的责任 你们觉得 在不久将来 会不会看到 Bernard Rogers为此 丢失 他在Lester City的这个 工作呢 当然最后的话 还没按赞分享 订阅朋友 帮我按赞分享 订阅一下 打开那个小铃铛 之后我们上新影片 你才会知道啦 这就是今天的 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